3300年以前 三星队人用当时最好的工匠和最宝贵的青铜 铸造了这一件全世界最大青铜人像 从它被铸造的那一刻起 它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整件文物高达两米六二 一个高高的基座上 站着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像 人像非常写实 头戴高官脸带面具 身上穿着一件极其华丽的衣服 但他的手势却很奇怪 手里应该拿着一件什么东西 有人猜他手里拿着象牙 有人猜他手里拿着权杖 有人说他手里拿着玉丛 我们整整猜了35年 一直到去年 我们在三一堆新坑里 挖出了一件青铜小丽人 但手上的东西没掉 他手里拿着一条鸟手蛇身的龙 而这样的形象只出现在山海经理 凡十七山七千两百里 诸神接壮龙身鸟手 而大力人拿着应该是一件相同的东西 这么写实的人像 手里却拿着一条传说中的龙 证明他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那他是谁呢 其实线索就藏在他身上的这件衣服里 你看在这件衣服的中间 我们能够见到有龙出现 在上面有一条龙 在下面出现了第二条龙 我们现在去到他的背后 你会发现在同样位置上 又出现了两条龙的样子 甚至于在他的左肩上 还有一条盘曲着的龙的形象 在他的身上 我们就找到了五条龙 毫无疑问 这件衣服就是中国最早的龙袍 它就是穿着龙袍的帝王 但是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它有一处极其的不合理 它是现在三星堆里面 最高大 最精美的人像 没有之一 你看底下去配上 这样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土台子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伤寒经》里 也讲过这样的一个土台 叫做轩云之秋 四四方方一个台子 没有一草一木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而轩云之秋在书里被提到 是皇帝所在的地方 那难道他是轩云皇帝 皇帝应该是什么模样 被记载在了韩非子里 皇帝战胜了盈地 战胜了持有 一统华夏之后 开始巡游天下 他驾着相册 让蚩尤为他开盗 让碧芳鸟为他引路 身旁还有六条龙相伴 大利人的身上 出现了五条龙 那第六条龙有没有了 他在哪里了 千万别忘了 大利人的手上还握着一条龙 这便是六龙围半 如果真的是他 童心的蚩尤和神鸟 必方又在哪里 你看 在这件衣服的中间部分 这里刚好就出现了一张 暮暮缘争的脸 这便是蚩尤的形象 皇帝打败蚩尤之后 天下还是有人不服 所以皇帝斩下蚩尤的头 昭告天下 而在衣服的下白 也出现了一圈鸟的形象 这些鸟身材修长 这便是古籍里形状 像仙鹤一样的神鸟必方 那象车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他脚踩的这个基座 从正面看 他就是一个怪兽 但是只要从侧面看 就非常明显 这是四张大象的脸 象的耳朵 眼睛 象牙 弯弯曲曲的鼻子 栩栩如生 所以从上到下 整个青铜大力论 都符合我们在古籍里 对轩原皇帝的一切描述 他极其可能 就是华夏始祖 皇帝轩原 那皇帝为什么会出现在三星堆呢 其实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 皇帝取了蜀帝的雷祖为妻 又为他的儿子昌义 娶了蜀山侍女 生下了专须 从此皇帝和专须的后代 世世代代 都被封在蜀地 视为猴伯 古蜀人也认为自己是皇帝的后代 同样是炎黄子孙 但是很可惜 过了几千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见不到他最初的样子 他身上的所有配饰 今天都已经找不到 甚至于他身上的金色的青铜 到今天都变成了这样的绿色 直到去年 我们在三星堆挖到了一个五号坑 在五号坑里找到了三星堆最大的一件金面具 无数打着小孔的金片 和已经化成了泥土的丝绸 其实丝绸最早也是用于祭祀的 代表着雨化升天 这时候有专家突然想起来 说这一坑东西有可能就是他的配饰 在几千年以前 三星堆人用金色的青铜 铸造了祖先皇帝的样子 眼上戴着金面具 身上穿着一件坠满了金片的丝绸披风 把它立在一个高高的祭台上 阳光打下来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所以三星堆绝不可能是外星文明 它也不可能是外国文明 它只有一个名字叫做华夏 你熟悉的中原和这个看似陌生的三星堆 它们都是最早的中国 这就是华夏最初的模样 主题